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D设你发小金就发小金提什么洛杉矶啊 到底是谁去了 你肯定都知道了吧 快给我报 Dispatch TicTic的标题是这样的 让我们去洛杉矶 DFESTA 但带有志愿的图片剪辑 也就是说D设国际版抖音发了小金 上次去台湾参加Dior活动触发机场视频 文案写着 当一天感觉太常识 你能做些什么 志愿我们去洛杉矶 文字故意提了一下洛杉矶 大金二十七去了洛杉矶KCON 所以大家觉得D设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或者说可能后面会有他们俩的什么消息 然后范就在嘲笑D设 是不是写错文案或者故意的这样写 还说D设比我们知道的多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D设别藏了快报吧 果然双金同时发广告 小孩们就疯狂 现在又开始重新磕他俩的手的化学反应 想到志愿欧尼私下会叫秀曼欧巴 那秀曼会怎么叫志愿欧尼呢 他叫过小金定万的 敲门哪里黏黏糊糊的 D1啊 撒浪黑油 然后小金就开门了 吓得赶紧开门 秀曼说 你在啊 还是你没走来着 忘了 大概就是秀曼以为屋里没人了 突然想起来志愿的采访 他说他的名字念快点就变成了丁万 我是说花絮里听着不像G1 跟采访一对就对上了 是丁万脑 小孩们对小金今天发布的呜呼广告的反应 和小金一起醉 某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金志愿为后必珠自持精华拍摄的短片一号已经发布 这个概念是给一个你只在梦里见过的神秘女人 与此同时 金秀贤主演的品牌电影合集 丁透也于今天发布 秀贤的公交车广告也开始在韩国出现 看到秀贤的化妆品广告同时发布真是有趣 我们称之为Tim Cudens 此外 志愿还分享了一段向日本粉丝俱乐部打招呼的视频 有趣的是 在视频的最后 志愿做了这个手势 让粉丝们立刻想起了他和秀贤在德国的那一刻 这两个人的一切真的是密不可分的 因主演韩剧类之女王女主角洪海人 而掀起人气高峰的演员金志愿 6月22日及23日于首尔为他的首次粉丝见面会拉开序幕 在结束两天的粉丝会后 他24日随即造访台湾 参与25日的品牌活动 为配合粉丝会招待粉丝来家里的主题 金志愿准备了韩国人气男团2PM的热门歌曲 My House身穿白衬衫和西装裤 还打上黑色领带的他 唱跳纸带来My House 让粉丝感到惊喜 首次举办粉丝见面会的他说 平常很少有能够直接与粉丝们见面的机会 因此能够极由这次粉丝会与大家相见 让他感到既开心又幸福 而金志愿也就由 BEMY Actor的活动单元 与粉丝分享他演出的作品的幕后故事 此外金志愿还极由问答的环节 向粉丝介绍他的兴趣试谈乌克莉莉 并自弹自唱带来了Close TOYOU 腼腆的自弹自唱一小段的他 听到台下粉丝们欢呼 还忍不住以单手捂住脸 并别嘴摇了摇头 听到粉丝们说能听到这段很幸福 金志愿露出既惊喜又开心的表情 但当主持人和粉丝们说想听Anker 金志愿赶紧笑着摇头表示不行 不仅如此金志愿还邀请了歌手任何 与崔玉瑞担任嘉宾 任何带来了他的知名歌曲等待 及事件的地平线 崔玉瑞则演唱了他为《泪之女王》演唱的 Ostpromise及他的知名歌曲森林 金志愿表示准备粉丝会让他感到很紧张 淡扮粉丝会比他想象的还要开心与幸福 同时也让他很感动 他除了感谢粉丝们的参与 也表明今后会努力以演员的身份展现更好的样貌 最后金志愿为粉丝们献唱了李侠义的ONLY 洪海人来新加坡喝了珍珠奶茶 到海边出席活动凭借韩剧类之女王 而收获巨大人气的31岁韩星金志愿 5月12日星期日为宝格丽香水上市宣传活动来新 15日星期三一早返韩 全程逗留不到三天 金志愿5月12日晚间 约八十半现身张仪机场第四达克大厦 他并未走机场专属通道 验见大批粉丝等候已久且齐声大喊金志愿 金志愿的表情明显有些震惊 不出机场时大派粉丝福利 面带微笑挥手 笔心同时收下粉丝送的礼物与信件 5月13日金志愿未有任何公开活动 据金志愿发型师在IG所上载的内容 团队当天的工作地点位于海边 疑似在圣桃沙 而湿成炎热的天气也让化妆师直呼 快融化了 金志愿5月14日中午 出席于圣桃沙丹容海滩俱乐部 Tangent Beach Club举办的活动 配合活动的海滩时尚主题 他以一袭粉红色洋装现身活动现场 该照片及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后 另不少还未出席的粉丝梦回类之女王 这是才发千金鸿海人来新加坡视察吗 活动后 有幸运民众于下午5时左右 在一封城商场Viversity捕获野生金志愿 金志愿换上黑色T恤 去搭配牛仔裤与运动鞋背着粉红色帆布袋 与随行工作人员在连锁饮料店购买珍珠奶茶 金志愿还拍下了随行团队在购物的身影做纪念 改照片之后被化妆师上载至IG写道 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商场购物 开心的新加坡照片是忙着给我们拍照的志愿拍的 此外有幸运粉丝在社媒上晒出与金志愿的两张合照 重粉的金志愿与粉丝一起比爱心 更特别为改粉丝签名贴心写上粉丝的名字 金志愿5月15日早上9时 抵达张艺机场第一次搭客大厦返寒 尽管是星期三早上仍有不少粉丝到现场送机 这并不是金志愿第一次放心 她曾在直播中被问及最近一次的旅行 她透露和朋友们来了新加坡一趟 觉得湿城天气不会到非常热 很温暖有很多绿植 还吃了有名的辣椒螃蟹 她还说自己买了料理包回韩拌饭吃 但没什么味道 果然还是要在新加坡吃才好吃啊 南韩演员金志愿 凭借着今年出演超行韩剧《类之女王》而再度爆红 近日她正奔波于亚洲各地的巡回见面会 每次出场的状态总是掀起热议 日前她现身韩国金浦机场 准备要飞往日本 不仅亲切询问道场媒体吃饭了吗 另外金志愿因为在机场拒收 粉丝礼物 而露出撒娇道歉的表情也让全场粉丝暴动 金志愿于6日一早准备飞往日本 只见金志愿神穿一袭简约白衬衫及落地牛仔裤 展现清新形象 也有不少粉丝到场想一睹女神风采 由于当时时间还早 她不忘关心到场记者 您吃饭了吗 现场媒体则笑回 现在吃饭还太早 后来有粉丝想送金志愿礼物 但金志愿怕礼物收不完会影响后续形成 只能婉拒粉丝的好意 但还是不舍得独嘴撒娇道歉 蒙翻在场粉丝 金志愿其实在演出《类之女王》以前 就出演过多不大戏 像《世纪成者们》《太阳的后裔》 《三流之路》《多混男女的爱情法》等 和多名大咖演员同台标戏 黎明稿 朴旭 宋仲基 池昌旭 几名男神都与他交手过 演技可说是每年都在进步 这次因为《类之女王》再度翻红 演艺事业攀上高峰 人气也持续暴涨 金志愿日前来台参加精品开幕活动 26日搭机离台 在公开的直播画面中 可以看到金志愿神穿白色上衣 背着Dior的蓝色炎熏丹宁包 还绑起马尾 甜甜的笑容让在场粉丝瞬间融化 其中金志愿还不断对着镜头挥手 还一边和现场的民众说拜拜 拜拜